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現在我正式到了關丹 在關丹亦有很多粉絲想見我 其實有機會,為何我這樣說 因為很多人問事,你明白嗎? 所以暫時暫時位置悶了 多幾天來說,我還會慣單幫這處的讀者意粉絲 幫你解降頭,替風水 其實我們來到這處,主人家曾經買二手的屋 上一手的主人家住了,賺到錢就搬走了 上一手的主人家養了一個窮人桶 在這間屋裡,還留下來,沒有帶走 今生帶走,但他的原神沒有帶走 令到這處的主人家的小朋友 無緣無故被推他一把,跌下去 就跌到耳朵裡傷了 接下來,這件事先不說 而有些人妒忌來說 放了一些降頭術的東西在家裡 令到這家人變了憂心、擔心、顧慮 和焦慮症的發生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形呢? 其實很多人家裡,裝飾來說 是我們每個有足的朋友 甚至乎甚麼人都好,都喜歡擺設 有些人擺設後,會否幫助到 或者影響到,有沒有負面呢? 是有的 今天,大家先不說降頭 我們進來 今天我帶大家來講,就講講雀仔鬥 雀仔鬥來說,很多人都很喜歡 即時說,掛來買一個雀仔鬥回來 擺靚的 來,這種 看不看得到 來,這個雀仔鬥 應該大家不會陌生 這個雀仔鬥 OK 雀仔鬥有很多人吊在門口 這個 有些人吊在騎樓這處 有些人放在屋內裝飾 有些人掛在外面 有個魚尺 就掛下去 就好像這些爛藤 就好不好呢? 其實,家裏有爛藤的東西 就沒有那麼好 你明白嗎? 會導致身體的健康 會很累 和健康出現了狀態 所以,你們如果家裏有爛藤的東西 就最好盡量避免不要中 這樣雀仔鬥來說 為甚麼會不好呢? 但有些人放了便沒事 其實雀仔鬥可以帶給你們 很多事事非非 第一,還有憂心、擔心 和焦慮和顧忌 所以,令到這裏的主人家 不要說男 女也好,男也好,小朋友也好 都影響到健康的狀態 的精神那裏 就會有很大的壓迫感和壓力 所以,導致到一定要吃藥 有些不嚴重就不吃藥 就睡不著覺 都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所以,如果你們家裏有爛鬥 智智渣渣 最好不要放這些爛鬥 如果是自來爛 在你們家裏做鬥 好不好 依然是不好的 如果剛好你們家裏有爛鬥 又有爛蛋 或有小鳥在裏面 你們盡量暫時沒有動 沒有辦法 對嗎? 所以,這視頻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處或懷處的分別 有些人會很迷信 有些人是完全不會迷信的 如果有爛鬥 養長可以嗎? 養長也可以 不過間接中 那爛鬥鬧渣渣 如果雲數不好 尤其是親戚和朋友 你的上司 甚至同事和下宿 都會令到人家在你背後 說你壞話 有些人會問 如果是飛入屋 又飛出來好 當然好 鑷入屋是大喜事 如果鑷在你門口 來處屎 那些是沒問題 是可以的 不過屎的大便 鑷屎跌落頭 是行衰運 尤其是烏鴉 你便注意開車 說話小心 工作不要太大意 還有可能你會流失了你的錢包 或者忘記拿你的東西 都會間接中發生 所以一時的事 你睡自覺 你都會中槍 為何會這樣說 所以那爛鬥 又好又壞 但有些人放鬥鬥 就沒事 那些是看別人的忍衡 因為有些人的忍衡 不配對 你放下去影響很大很大 你明白嗎? 所以大家要記得 如果你有焦慮症 要憂鬱症而言 擔心而言 它會間接性會影響到 但有些人不會影響到 但運數通常間接都會影響到 市運會低落 所以大家要明白 下來來說 除了著鬥鬥 不要 我們便拿走 如果有小鳥做鬥 或者現在目前有些雀彈在 你們便不要拆除 就無謂做到那麼絕 最重要是讓鳥出生 要飛 你可以把鳥鬥拿下來便可以 如果還未生蛋 你可以拿走鳥鬥 可以剷除去 是可以的 亦有很多人問 白甲是否好 甲是看主人家的福氣 如果你的福氣好 就有很多甲 但甲是白甲眼 很難 如果運數好 就有很多人 甲就來衣住 在你的家 逗留 不去旁邊的房子 但不衛生 就是甲太多 就會流很多 大便在那裡 就會很臭 就會令到你 經常都要去洗的地方 你明白嗎 所以甲又好又壞 白甲是看 看壞人 完全會有間接性 都會影響 但有些人 甲來說 運數非常好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都是幫助很大的 所以大家要記事 第二 我們講到風鬥 其實很多人都讓風 賺食做生意 那些是另外講 如果自己的家 讓風來說 有些人可以讓風 有些人就不可以讓風 因為如果是說 你讓風之後 依然有些人 因為他的運行 不對 以及他的屋的格局 不對 就會導致到 你一樣是有焦慮症 所以有些人就不會 這樣讓風的東西 其實是沒有風水 這個倫利 只是看國人 如果國人認為房子是好 你不需要搬出去 也不需要拿走 這樣也有些人 因為他讓風賺食 在家裡就讓了好 看到嗎 很多風 走進來看看 很多蜜蜂 看到沒有 這些蜂是漂亮的 下在我的手 看到嗎 這些就是蜂 這些蜜糖特別甜 比較漂亮 這些蜂 看到沒有 有些人浪費了幾千元 買一隻蜂鬥 放在醫宿 做蜂糖就會很多 很甜 吃到人會健康 但有些人 放了蜂鬥 就會是非會很多 擔心疑慮也很多 但如果我們感覺到 放了之後 沒有影響到任何關系 你不需要搬出去 但蜂鬥就不一樣 如果影響到蜂鬥 你肯定要拿出去 因為蜂是朝夜是是非非 或者是無是生非 或者是寮是生非 都會有發生 所以要記得 如果在家裡 要養蜂 做生意 就寧當別論 如果在家裡 自己愛用的 或者養殖 吃去的蜂蜜 就要看各人 但有些人可以 有些人不可以 我們回到 回頭 那天我們已經在哪裏 我們在那裏 我們在那裏 那間屋 又是有個懸越灣都的 看了嗎 那條馬路在那裏 看了嗎 所以這條馬路 是草蔑 割草的東西 你明白嗎 所以說懸越灣都 對風水學來說 就會影響到很大 但有些人 就完全需要到 三叉路口 即是說怎樣 提力 幫助到 他的推動力 他的生意 更上一層樓 有些人住了之後 就是不行 都要馬上班 因為很多人來說 如果你的正門口 向自己的正馬路 直衝一直殺 我們說 村心殺來殺 是否影響到健康 那間接性 都會影響到健康 這樣我們用這些 不好的原理 我們用科學的 即是說化解 用甚麼化解 我們教了大家 用甚麼畫 你記不記得 甚麼畫 豐收 我們昨天 在納屋 我們叫豐收畫 放在長的樹 在這間屋 豐收畫 放在甚麼地方 其實是因人異議 而且未必 每個人放的地方 都是一樣的 我們說回 門口有很多人都是種吉樹 大吉大利 對嗎 有些吉樹 有些人 我們華人過年來說 我們很喜歡擺盤吉 就是放在大門口左右兩邊 這樣我跟你們說 有些人家可以放吉 有些人不可以放吉 因為吉 大吉大利 好聽一點 不好聽就叫雲吉 對嗎 但很多人放吉樹 非常不錯 但有些人放吉樹 苦惡惡惡惡 所以吉樹 左與右都有分別 不過今天不說這件事 到時再說這件事 來 帶大家進來看一看那幅畫 整個格局就是這樣 我們入到門口這處 我們華人傳統 是很講迷信 和很信仰的東西 傳統的東西 我們是放紅布的 放紅布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你家可以放 亦可以不放 但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風鈴 龍龜風鈴 看到嗎 龍龜風鈴上面 是有一個金花 所以龍龜風鈴 每家人 有很多人為了每一年的榴槤 九公飛升 去放的方式 都有千變和萬化 有些人放了之後 去真是招財招福 招吉祥 招平安 但有些人放了之後 反而招不到 就變成招陰 所以風鈴的東西來講 未必每個人可以適合掛上門口 或掛上其他地方 所以記者 風鈴 零零零零零 通常都是寺廟放多 所以說 如果你放了之後 這家人都會覺得 沒甚麼見效 沒甚麼見效 就是不適合這裡的主人家本人 有些人放了 真是財來自有方 這件事暫時不說 我們今天再說入屋 看到沒有 一入屋 就有風收畫 我帶大家看看 其他東西我們不再說 入到來之後 那把刀轉去彎 昨天我們把風收畫放在右邊 我們一入門就在右邊 昨天在樓那處 這個不是 這個放在這個位置 但你要明白 有水有橋 有牛 有和田 有屋 所以說你們要記得 有風收 全部都有關聯 尤其是人物 一共有些人 就放三個人物 有些是六個 有些是九個 有些是十二個 有些是十三個 有些是十六個 有些是十八個 有些是十九個 有些是二十二個 所以說每一幅風收畫 都有去的好法 和如何推動和幫助到 你自己的生意更上一層 風收畫 每個畫畫的方式不一樣 每個大師畫的畫 亦是不同的結構 所以說這間屋來說 風收畫要掛在這個位置 向著西南方的那邊 昨天的那個 不是 東北方 所以每個人的風收畫 未必個個適合放 在同一個位置 通常都要看你屋的格局 來配搭 尤其是 尤其是風扇 有冷氣 長子 不同的長子 和風扇 紅色的風扇 全部都有它的格局 和有它的變化 風扇戴紅 好不好 是因人而異 有些人用紅色的風扇 是好 但是 缺少火 就要用紅色 如果說火多 木少 就不可以用紅色 會令你的小朋友 整天吵架 反而大人不太吵架 影響了小朋友打架 和爭 和真的很多問題 和健康的問題 所以 元月灣東 又屈左邊 亦又溫柔邊 變成三叉路口 和十字路口 做法 完全擺的畫是不一樣的 有些就要擺這個卡士 什麼是卡士 就是這個城堡 有些是掛山穗畫 有些是掛白紙圖 有些是掛到很多 將軍帶子的兵馬一起走 而且還有很多 淋淋沈沈的畫像 由你選擇 所以有些人 都要我放抽象畫 來化殺你屋的殺氣 和對面的殺氣 所以有些人 除了可以種植物來擋殺 化殺 亦有可能你不可以種植物 是用家企的方式和五行來變化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這件事 明白嗎 所以大家要記得 這樣下來 我會在Stair One會見人 這樣在Stair One 我也會逗留幾天在這裏 如果大家 Stair One的朋友 如果想見我 你們可以聯絡我的助手 所以Stair One下來之後 我們就會去移保 這個移保 我亦是有見客 所以如果大家 你們如果真的 家裏有些東西 擺了風水 請了風水師 去看誤點 是否有其他因素 可能有東西擺錯 可能有東西放錯 可能有人整固 或是可能有陰的東西 或是在你家裏 都會導致你看了風水 效果也沒有 不過一方面 看風水的東西 通常都是幫你五十% 五十%是靠你們自己 你明白嗎 不是看風水就睡覺 在樹 錢就會掉下來 根本上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情 天下沒有免費 午餐 所以如果你們家裏 如果有甚麼不明白的東西 你們可以拍照 直接拿來見我本人 我當面幫你查一下你的照片 你的家宅 然後健康我幫你查 生意人員貴人人物的東西 我全部幫你開了盤 幫你查看 然後跟你說你缺少了甚麼 便可以了 如果真的需要上門 我會報價錢給你們 如果不需要上門 便不需要 所以要記住 屋的格局 每間屋都不一樣的東西 布置都不一樣 裝修都不一樣 顏色都不一樣 就像今天這個拱門 有一點難拍照給你看 因為有黃色的 拱門是一邊的 你看看 所以說是不同的東西 我未必一定要放福 窗簾有人問我們 窗簾 即是說這個門簾 你可以放整個福 一邊就夠了 不需要放兩邊 而且還可以兩邊貼的福字 也可以 但這裡不可能兩邊貼的福字 你明白嗎 就要用顏色來代替了 那用甚麼顏色呢 因為屋主叫我不要說 不是我不可以說 所以我不方便說 因為黃色是不適合的 所以說有些人白色 肯定是可以的 未必的 一時的東西 不對的東西 就要去改變 就要去變化了 所以要記得 總之自己的家 如果真的住下去 先頭住得很順利 賺很多錢 之後下來還未出錢 找到錢還未出錢 搜不到錢 或是身體狀況出現了其他問題 剛才我所說的 憂鬱 焦慮 擔心 即是說冒夜寄託 或是說很憂心 很衝動 令到一個人很懶惰 可能是家裡有問題 如果家裡很熱 也是有問題 而且很熱 所以為何開了冷氣 仍然如此熱 不會涼 可能家裡的五行 或是去的磁場 已經有變化了 所以說 好了 我去完Stair 1 見完人 我便會下宜保 宜保再下來 我便會在檳城 再見你們 好嗎 我都會送檳城看風水 大家如果說 有甚麼明白 我來大家再見面 好了 拜拜